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篇《主日讯息》中,日华牧师指出 现今制造多单元冻铁式耳机的厂商 都是欺骗消费者 将导致音色劣质化的多单元设计 当作拥有最佳音色的高价品和高质素产品 这个根本是本末导致,颠倒黑白 因为多单元设计 不单会导致单元间的音频互相抵消或增强 令原音损失 同时,亦显示出所有单元 都是音域极狭窄的残缺品 任何使用高级音响的发烧友 都知道最昂贵的喇叭 最多都只是两个单元 就能播出所有高中低音 根本不需要四单元 甚至十二单元 才能播出所有高中低音域 所以,多单元设计 只是以廉价品装作高级品的片局 由此得知一个推论 假如多单元喇叭真的成功 我们早几十年应该已经看到 所有高级音响生产商使用这个设计 但为何我们没有看到呢 因为连这些厂商都不似这样欺骗消费者 日华穆斯以一个货车比赛作为例子 比赛目的是要视出哪一方的货车更优胜 一方只用一辆货车 就能拉动一千吨货物 加速至时速一百公里只需十秒 在这种时速下 只需五秒就能够撒停 十秒之内 就能够前后来回十米 另一方 声称他们的货车性能更佳 却只能拉动五百吨货物 而且是十辆货车同时进行 总共先拉五百吨货物 即每辆车分担五十吨货物 用十辆货车 才能够做到人家一辆车的一半水平 必须如此 才能够做到十秒内加速至时速一百公里 以及五秒内撒停 但凭这一点 十辆货车这一方 竟敢厚颜无耻地说自己的货车性能更好 更有力 亦更快 实在荒谬之极 人家只用一辆货车就能够做到 他们用十辆货车来分担 却只做到人家一半的水平 还敢说自己的货车更有力 岂不是荒天下之大谋吗 正好对比石安剑单凭一个单元就能够做到全音域 但所谓高价品的多单元动铁式耳机 既无法做到全音域 却又坚持自己是高质素 以极之高价卖给无资的消费者 根本在这里愚弄一般不懂音响 只懂以价钱辨别好坏的羊股消费者 而前后来回十米距离的比赛里面 十辆货车的一方声称他们车速更快 因为他们不需要十秒 只需要九秒就能够来回一次 只是 他们来回的距离缩减了一半 由十米变为五米 正好对比动铁式耳机 不断强调自己能够做到更快的音色 却无完成任何一次喇叭的传冲程 又好比有人用一小时走了一公里路 就讲自己比飞机更快到达目的地 事实上 飞机用了五小时飞到一千公里外的目的地 比这个人走多了一千倍路程 这个人却坚持自己只用一小时就到达目的地 代表他的速度更快 实在是自欺欺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